把两块表面非常平整的千块贴在一起 它们就会粘住 即便在下面挂上一个砝码 也不能破坏它俩牢固的激情 这说明分子之间存在引力 比如千分子之间的引力 将两个千块牢牢的系在了一起 但咱们之前还学过 分子之间是有间隙的 如果你用力压缩物体 物体也会产生反抗外界压缩的排斥力 这就说明分子之间还存在斥力 这个视频咱就讲讲分子之间的引力和斥力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 咱得出了三条结论 第一分子之间的引力和斥力同时存在 第二引力和斥力都随着分子距离的增大而减小 第三在分子距离变化时 斥力的变化更快 下面咱画张图 仔细分析三条结论 图中横坐标R是分子之间的距离 纵坐标是分子力F 其中大于0的曲线表示斥力 小于0的曲线表示引力 可以看出随着分子距离的增大 引力和斥力都变小 根据结论 当分子距离变化时 斥力的变化更快 咱看图验证一下 当距离增大时 比如这一段 斥力确实比引力更快的趋近于0 换句话说 这一段斥力比引力小 分子间相互吸引 那反过来 距离简小时 比如这一段 斥力也比引力增长的快 也就是斥力比引力大 分子间相互排斥 这样的话 中间应该有一个特殊的平衡点 就叫R0吧 在这个位置上 引力和斥力等大 那此时分子力的合力为0 暂称之为平衡位置 这个距离大约为10的-10次方米 一般来说 如果物体不受到外界作用力的影响 分子间距都保持在平衡位置 了解了这些 我把分子间引力和斥力的合力 也画在图上 可以总结为 当分子之间的距离R小于R0时 合力表现为斥力 而且距离越近 斥力越大 当R等于R0时 合力为0 处于平衡位置 当R大于R0时 合力表现为引力 不仅如此 你看图中 在距离刚超过R0的一个小范围内 合力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增大 但距离再大的话 引力和斥力都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减小 那合力就会逐渐趋近于0 所以这个点就是合力表现为引力的最大值 分析完毕 你要记牢 现在咱就能解释物体 在受到外界拉力时的表现了 当外力较小时 物体被拉伸 分子间距增大 从而产生引力来抵抗压力 但咱如果加大外力 使分子间引力达到最大值 也无法抵抗的话 物体会继续被拉伸 分子间距进一步增大 分子引力就开始减小 最终物体被拉断 明白了吧 另外对于视频开头的两个千块的实验 咱之所以把它们的基础面磨平 然后贴在一起 就会让千块表面的分子 进入引力的范围 所以才能粘在一起 但如果千块表面凹凸不平 那你让它俩相互靠近时 离得近的分子 已经受到斥力的影响了 离得远的 却还没有进入引力范围 所以就没法产生足够的引力 粘在一起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你就记住 分子之间同时存在引力和斥力 都随着分子间距增大而减小 但斥力的变化更快 另外根据图像 咱总结出 存在平衡位置20 如果分子间距小于20 就表现为斥力 大于20则表现为引力 并有引力最大值 好了 就说到这 我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引力 要被吸走了 你先刷题回避一下吧 我感觉到这一股莫名的一股莫名的 我感觉到这股莫名的 这样子里面的引力